现在我们要欢迎肖战来到我们的专访间 欢迎肖战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哈喽我是肖战 欢迎肖战 首先我们要恭喜一下 这个刚刚拿完三个荣誉 非常厉害 满载而归 对不对 跟大家来说一下 刚刚拿到了我们2019年腾讯娱乐白皮书 年度电视剧男演员 年度影响力之心 以及腾讯新闻 新推榜年度影响力艺人 三个荣誉 刚刚拿到这三个热腾腾的荣誉 现在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是很受宠若惊的感觉 其实因为刚刚看了那个前面的VCR 然后也看了汪俊导演 他做的2019年的行业的一个总结 然后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其实自己觉得刚刚才起步 然后很幸运 然后很荣幸可以获得这一份荣誉 然后希望可以在 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不负这份荣誉吧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19年的一个肯定 然后19年你觉得对你来说 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 觉得可以收获更多的爱 对 这个我觉得对于19年的 到年底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自己的这么多的影视的作品 然后包括在各个领域上面的这些工作 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回报 其实19年不止在影视的这个领域上面 我们在时尚上面 在综艺上面 在音乐上面 在商业上面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肯定 所以在哪一个方面 哪一个领域是你觉得 是你在19年做的最好的 做的最好的 哇哦 我觉得影视吧 因为毕竟是让影视 大家通过影视 然后看到了我 才有了后面的很多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硬要我选的话 我选影视 在影视上面 其实你觉得是受到最大的认可 然后在2020年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领域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领域 是你想更想发力的 还是影视 还是在影视上面 赶紧跟大家安利一下 你要跟大家见面的作品 好吧 即将跟大家确定 要见面的作品的话 那就是抖落大路 然后余生请多指教 如果幸运的话 还有让大家久等的狼殿下 所以我觉得2020年 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非常期待的一年 所以在2020年 你有什么新的期待 或者愿望吗 因为我们刚跨年 所以在跨年那天 你有没有许下什么愿望 或者是 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KPI之类的 KPI倒不敢当 愿望的话还是有 就是顺利吧 我希望顺顺利利的 然后每一件事情 还是会尽全力的去做好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 在2020年 可以顺顺利利的 然后可以看到更多 你在不同领域上面的作品 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我们也再次的期待 可以在2020年的年底 继续的可以看到肖战 来到我们的专访间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年的收获 好不好 一定会的 祝你2020年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肖战来到我们的专访间 谢谢 那祝大家新年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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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